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科比参加遭到拒绝 昨日在节目中Q表示 虽然每次科比都会直接拒绝我 但是那不重要 以后见到科比 还是会这样邀请的 不管他同不同意 科比现在依然很忙公司的事 他可能现在还不想打起 再过一年左右吧 那时候他可能会想起打球手痒 如果唠科想打球 贝克三真是最适合的联赛 不算是虐菜 年龄竞技状态 水平都在一个标准 从不否认科比对篮球的热爱 近乎偏食的热爱 可也正如他退役时说的那样 我知道我现在打得像一坨石一样 但我已尽力最大的努力 让比赛打得不那么难看 达不到自己的高标准了 所以科比选择退役这样的球员 不会让自己在落魄的时候再退役 既然掌控不了球场 上该顶峰的时候离开也是一种完美 球场的科比让球迷怀念 只是他永远不会再回来 这是现实 像他退役前说的那样 到了这个阶段 他不想打球了一也不否定 万一科比哪天手痒了 贝克三联赛的3v3模式 擅长单打的科比应该会得心应手吧 贝克三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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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联合 贝克 од收 generated at 贝克帯向下小联赛 贝克四联赛 贝克三联赛 祈力完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